但是你看 社会上本来现在就是男性人口 比女性人口多 比如说以恋伤这个角度去考虑 你在爱情当中处于弱势的话 该不该放弃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就比如说波哥 上一期我说到我说 既然不行我就送人一程 我为什么喜欢他说做他的代言呢 我就从他身上能看到我很多的印度 他就是个白纸 干干净净的 他也不会去傻手腕 不会去想一些其他浪漫的点 如果你觉得他还处于白纸阶段 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人生阶段要付的学费 就是他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 他才能慢慢的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爱情和生活 当时于果不是说过一句话 他说当爱情萌芽的时候 女性会变得勇敢 男性会变得胆怯 这个是有科学原理的 在爱情初期 女性身上的雄性荷尔蒙其实是会增加的 但男性的其实雄性荷尔蒙反而会降低 所以其实在爱情初始 尤其是没有什么感情经历的男孩身上 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己配不上这个人 或者他是胆怯的 而女孩子反而是在遇到爱情的时候 可能第一反应是奋不顾身的 是很勇敢的 没有人会有什么感情 那是有机会 感谢观看